这个保有直呼风情的双溪小镇有什么 百年穿成打铁铺 必备伴手礼古早味蛋糕 华生雪花冰 创立于清朝的中药房 与居民聊天的过程中 一句话敲醒我 你太晚来了 这个碗是相见恨晚的碗 也是太晚起床的碗 这次我选择大乘火车 前往双溪 从南港车站出发 车程大约一个多小时 乘客大多数在喉童蛋下车 车向瞬间清空 很少被游客打扰的双溪 保持了一种故故的面貌 初战 今天好好逛逛双溪这个小镇 双溪景城的打铁铺 是台湾百年打铁历史的见证 之前老师傅都会维持早上打铁的习惯 但自从老师傅过世后 再也没有打铁画面可以记录 好可惜太稳来探索与记录双溪 另一家百年老店是林一盒药房 建于清朝同志年间 西市洋楼的设计是特点 药房内古色古香的药柜 与传统魔药工具 见证的历史岁月 呼吁大家来逛逛 并支持一下百年老店 店家是清朝传承下来的 祖传八仙果与甘兰 送礼自用两相宜 双溪还有另一个热门伴手礼 海山饼店的寒天布丁蛋糕 不要小看它的热门程度 最好预定才不会白跑一趟 当天我买了一个咖喱肉饼 小小一个50元 但热量有513大卡 非常好吃但不能多吃 正在双溪市场外的双溪菜冰 是双溪人从小吃到大 非常有名的老字号冰店 它的花生雪花冰料多 实在又大碗 非常适合在这个天气来上一碗 但瞧瞧这个排队人潮 起床太晚的我 也只能放弃了 市场对面有一座三宫庙 是台湾唯一供奉文天祥 陆秀夫张世杰神像的庙宇 南宋山节代表市大夫 凭着一股浩然正气 凝时不屈守护国家 来到双溪 必须跟山宫举个宫 敬备他们的风骨与气节 双溪名称来自于牡丹溪 与平铃溪的交汇口 这里没有太多著名的景点 也不适合爱稽大卡 是个没有被过渡观光破坏的小镇 建议大家早点来认识它 发掘这个小镇的美好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鼓励我持续创作 让我们下部影片见